王爷点着蜡烛准备去翻牌子 但临近房间 听到屋里传来阵阵娇笑 他当即拔出宝剑 准备看看谁在偷吃 没想一开门 是两个王妃准备好的惊喜 屋里笑声不断 屋外却趴了个人影 男人越看越起劲 甚至忍不住舔了舔舌头 这登徒子本名阿兵 一介乡村野妇 几天前路过娘娘庙 碰见王爷带着四个王妃来庙里求子 王爷看起来年轻六旬 但四个妃子却年轻貌美 看得阿兵一阵心神荡漾 按捺不住起了歪心思 他花重金买通王爷的教夫 换上对方的装扮 成功混进府里 刚一进门 就开始鬼鬼祟祟四处探路 好不容易找到了大房的寝宫 透过窗缝 他发现夫人正在梳头 那急腰的绣发 一根根仿佛扫在阿兵的心上 直到当天深夜 所有弟兄都已经熟睡 他还忍不住在脑内回味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狗叫 王爷打着灯 朝后院的方向走去 阿兵当即明白 老头这是要翻王妃们的牌子了 他兴致勃勃跟在后面 发现王爷先去了大房屋里 别看人家岁数大 精力可一点都不少 那花样看得阿兵眼睛都直了 翻云覆雨过后 老王爷收拾妥当 居然转头去了二房屋内 这场激战 看得阿兵浑身发热 就连第二天 在院里碰见夫人荡秋千 那笑声听起来 都有些不对味道 就这样 阿兵每晚都监视着王爷 去各个妃子房内交作业 但看得多了 他开始不满足于看看而已 反倒琢磨起了 怎么亲身体验一下 这天 正好碰上王爷练剑 阿兵负责看衣服 脑筋一转 想出个歪主意 他偷偷藏起衣服 等到当天夜里 换好行装 粘上胡子 左手烛台 右手宝剑 借着微弱的月光 还真有几分王爷的风范 临近骇时 他偷偷藏在院里一角 尾随王爷 确认他进了二房的屋子 便大摇大摆 奔着大方的寝宫去了 天色本来就晚 屋里又没点几根蜡烛 乌漆抹黑的 谁也看不清谁 两人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事情本来顺顺利利 但坏就坏在 二房今日来了月室 有所不便 原计划取消 改成了彩背 虽然也算别有情趣 但王爷的雄风无处施展 他松了松筋骨 就披上外衣 准备翻大方牌子 不巧的是 阿兵也刚刚完事 穿着妥当 准备离开寝宫 可刚下楼梯 就看见一道人影迎面走来 他赶紧躲到暗处 二人这才没有撞见 不过躲得了和尚 躲不了庙 老王爷去而复返 引起了王妃的怀疑 怎么 忘了东西了 什么 忘了东西 忘了什么东西 不是 那你刚出去又回来 怎么 想住在这 什么 我刚出去 怎么了 装糊涂 我明白了 那你刚才一定是吃了什么药 龙惊狐莽的 正好像坏了一个人 王爷听到这 哪还能不明白 是有人背着他 偷偷踩了花 一定是那些王八蛋 男人脱掉衣服 垂面蜡烛 三下午初二 躺上通铺 伪装成睡着的样子 没一会儿 府里的王爷提着刀 从门外迈了进来 他悄悄转身 挨个凑近 想听听到底是哪个家庭不睡觉 踩了王妃的花 阿兵用被子盖住嘴巴 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他努力模仿出打呼噜的身影 可双手抖个不停 很快就被王爷发现了端倪 只听长剑出鞘 王爷专注他的发际 用力一划 做了个记号 阿兵赶紧起身 摸了摸头顶 他还不想这么早死 于是灵机一动 又想出个鬼点子 他跑到马厩旁 拿了把大剪子 回到房内 把所有人的发际都剪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王爷召集所有家丁 清一水 都是披头散发的模样 根本分不出来 好吧 家丑不可外扬 反正一定是你们其中的一个人 这件事 你知我知 天知地知 不过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否则的话 直里包不住火 总有一天 叫我抓到你 谢王爷 滚 几个月后 府里传出喜讯 四位夫人全有喜了 王爷带着大家到观音寺还愿 阿兵虽然抱有期待 但也没太放在欣赏 可十个月后 孩子们出生了 四个娃跟爹一母一样 这下彻底暴露了 阿兵被押到王爷面前 还死鸭子嘴硬 不想认错 王爷 你饶命啊 我一共就来了四回 每个夫人 只来一回 不敢多来 王爷你饶命 王爷你饶命 好 我的剑法是百发百中 可是不如你 你四回就替我生了四个儿子 王八蛋 你拉到外边给我弓掉 把他的老二搁下来 送到大内去当太监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邵氏老骗 名字我打在简介里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